到缅甸第一件事呢 就是先找个翻译 来我的翻译过来 帅不帅一个大胖小伙儿 打个招呼 明格拉巴 这边是明格拉巴您好 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的话呢 就来看看这边的蛋面还有珠子 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 走吧跟着我走 对不对 今天人有点多 你看我们看到地上这些的话呢 都是一些比较可怜的乞讨人啊 你看小孩子连衣服都没有 给他们一点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颗 其实这三颗的话呢 颜色倒是可以 就是它里面的棉 也会翻得比较严重 这种的话没有太对眼 这一套好看 这一套好看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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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泡 一整套的耳钉还有戒指 真的很干啊 不劳雷这套 那呀 那呀 哎呀 对啊 五千万 五千万啊 我的天哪 五千万价格要得太高了 太高了 金金金金金不劳勒 三千万 三千万有点太高了 谢谢 哎这一小颗可以啊 虽然说 虽然说小 但是它的颜色很好看 你看很阳很漂亮 它不会说是在暗处它会失色 你看特别是在阳光下面的话 它会更漂亮 当然的话呢 它在这种背光下的话呢 它也是很亮的啊 就只是小了一点点 大的有没有 大的有没有 没有 不劳雷这个 哦压价太高了 嗯 一般啊 有些户主的话呢 你们来这里 他一开始只会拿一些 就是比较一般的料子给你看 看看你有没有实力 如果说你有实力的话呢 他才会给你拿大伙 姐姐 哎 把我叫老了 你叫我妹妹 你多大了 她17岁 17岁 哦好吧 嗯 那我永远18岁 那你也得叫我姐姐 好吧 不对里面 你说什么啊 他只有17岁 你看像17岁样的 像啊 这边人的话 他可能就长了一点胡子 会稍微的贤老一点点 不过也还好 看着比较娇羞 哈哈哈哈 像这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白度是够的 就是它里面的棉细细状 太脏了 就不行啊 肿道是够的 就太乱了 稍微有一点点嫩 有点嫩 太暗了 其实这个色的话 可以是可以 就是有点太暗了 你看它里面的话 也是会有一些杂质啊 黑棉 棉点 而且并且的话 它这个蛋面太小了 颜色可以 但是没有达到 我想要的那种需求 五千万 哦终于遇到 一个会中文的了 五千万 但是五千万太高了 看多少 看多少 一百 直接走了 当然 没有 我真看不上这一套 你看它里面太脏了 虽然说色还可以啊 基本上这种色暗一点的 它就有点 那就一百封嘛 好吧 一百封嘛 其实这个的话呢 刚才我们看了 它确实是里面 会有一些杂质啊 这三颗的话呢 它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色好嘛 并且它的肿水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给它一百 一百这个价格的话呢 如果说它能卖的话 也是可以收的 可以卖打我电话 来今天封的第一个 一百万 蛋面三个蛋面 颜色还可以 种色都比较不错 你看只要我们一过来 往这边一站 霍一开始看 你看大堆霍竹就过来了 全是男人 全是老男人 哈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对 其实这一对它的颜色也很好啊 但是它里面有一条链 你看看到没有 有链 有棉 可惜了可惜了 但这个不能收 因为有链了 好 OK 你们看 刚才我们一百万封的那三颗蛋面 现在已经成交了 它又送回来给我了 一般的话呢 都是我们封包以后 他拿回去问一下 他幕后的老大 然后他后面老大说可以卖了 然后他就送过来给我们了 今天的话呢 就是我们成交的第一单 一百万 品质很好的 三颗 可以做一个那种小精品的戒指 还有一对耳钉 像这一套的话呢 我们一百万拿下来的话 整合人民币差不多也就两千块钱 这样子 很便宜啊 蛮绿哦 那好了 晚一点过来拿 钱 可以是吧 好的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 我今天收的那一套蛋面的话呢 你说在 其实在国内的话 它可以打到五六千了 这就是为什么双双会选择 这么危险的时刻 来到曼德勒的原因了啊 这个时候在这边跑过的话呢 价格能减漏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